各位朋友好 自从我们推广全民共振的这个概念以来 和很多的朋友探讨过很多关于全民共振的问题 那么其中有一个问题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很多朋友提出来 说如果我们当我们全民共振实现之后 当全民上街冲垮了专制秩序之后 这个时候民主团队应当怎么样操作 才能够把整个运动推向民主宪政的方向 这个问题是提的非常的好 我们团队过去曾经出版过一本书叫做变局册 其中的三册前面的三册都是讲变局之前的组织准备 策略准备时机的挑选 但是后面的七册都是讲真正的这个街头革命开启之后 专制秩序被打破了之后 被破局了之后 民主团队应当怎么样操作 才能够把整个的运动推向民主革命这个方向 这个内容比较多 今天我就跟大家来简述一下那些关键的步骤 第一个就是要成为先锋 在街头革命开启的这个初期 大家的恐惧心还没有消除 所以说这个时候 任何团队只要有勇气冲到队伍的最前面 打起来横幅 喊起来口号 拉出了标语 发挥出团队的优势 前面一部分人在前面带领 那么还有一部分团队成员 在这个人群的各个部位进行推动大家 进行响应 这个时候 在一盘散沙的这个人群当中 我们就很容易掌握这个队伍的主导权 话语权 有了这种主导权话语权 我们就是把队伍推向民主宪政的这个第一步 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掌握话语权非常简单 那先锋就是统帅 在初期的时候先锋就是统帅 如果我们不掌握这个权力 不掌握这个影响力 不掌握这个话语权 那么另外的一些人就会去掌握 他们就会把整个的运动引向邪路 引向错误的方向 你比如说这个毛主派 他们也是对街头运动啊 也是有兴趣的 也是这个对现状不满的 如果他们掌握了人群 那么就会宣传毛泽东思想 就会宣传了共产主义搞打扎抢 那就是一个灾难性的后果 那么还有中共的这个五毛啊 卧底啊 这些人啊 他们如果是冲到了队伍最前面 然后把队伍带向错误的方向 最后导致整个运动的失败 那也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说民主团队一定要掌握这个机会 一定要掌握先机 在运动开启的最初阶段 就成为先锋 就掌握主导权和话语权 这个89年的时候啊 当这个运动开始之后 那么一部分人就冲到了最前面 很快就成为啊 这个万众瞩目的领袖人物 比如说像王丹啊 乌尔开西啊 柴林就是在这个运动初期脱颖而出的 非常容易的就取得了影响力 那么第二步就是要对整个的街头人群 进行组织化 没有组织的人群那是一盘散沙 锯得快散得也快 一触即溃 所以是经不起啊 这个战斗考验的 这个时候呢 最重要的一个工作 就是要把这些一盘散沙的人群呢 把他们呢 纳入一个结构之中 组织结构之中 那打个比方说啊 一万人的队伍 你这个时候啊 我们就要把它分成啊 十个大队 那每一个大队一千人 然后呢 这每一千人当中啊 大家就推起一个领导团队 那么每一个大队呢 你又再分十个中队 每个中的一百人 那么这一百人当中啊 又会形成一个领导团队 那每一个中队呢 最后啊 又分成十个小队 每一个层级都有领导机构 这样呢 就可以把所有的人呢 拉进一个组织结构当中 所有人意见都可以通过这种组织结构啊 一层层的上传 领导机构最初掌握这个领导机构的 最大话语权的这个团队呢 他又可以把他的意志 又可以传达到整个的人群当中 这样呢 大家就变成了一个啊 可以分工合作的 这样的一个战斗队伍 组织化非常重要 那89年的一个教训呢 就是没有完全的实现组织化 虽然有产生了一批学生领袖 虽然也产生了叫高智联 学生自治组织 但是呢 他没有真正的把这个组织化呀 进行到底 那各个系就没有在没有组织了 各个班就更没有组织了 所以说呢 最后变成了这个广场上那些学生领袖 实际上呢 他们是学运的明星 他们是运用个人的影响力 来影响这个学运的进程 他没有对整个运动有这种啊 控制力有真正的指挥权 所以到了最后这没有人能够调得动广场的学生 那些人决定在军队呀这即将开进广场之前大家认为撤出广场是正确的 但是呢他没有办法说服那些广场上的学生 没有办法呀指挥的动广场上的学生 最后惨遭中共的屠戮 所以说这是组织化不彻底的非常惨痛的一个教训 组织化之后第三步就是要扩大化 你如果形成了一个组织但是原封不动 那一万人在那个地方啊就等着敌人来对我们进行镇压 来围剿那当然会失败 因为对方专制政权 他在初期啊总是拥有比我们多得多的强大的资源 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呢怎么办呢 我们就是采取进攻的事态不断的进攻让他根本找不到一个阵地来跟我们进行决战 因为我们在进攻他们就要不断的防守 这个过去啊军事战争和这个政治战争有相似之处的 我们的街头革命是政治战争 过去的历代的革命都是军事战争 但是虽然呢战争的方式不一样 但是呢这个战略上面还是有很多的相通之处 很多人都读过这个甲夷的过情论 他讲到啊秦朝啊他在灭六国啊 过程当中啊六国也有各自都有他们自己的强大的军事力量 专业的军队啊谋成如语猛将如云 但是呢都被秦朝给灭掉了 秦朝统治了这个十几年之后出现了两个人陈胜和吴广 他们是没有受过军事训练的也没有多少天才 就是在一个适当的时机啊他们结纲而起啊 这个展目为兵结纲为旗 带领的九百个宿主啊就开始啊攻城掠地 最后啊居然就把秦朝打乱了 导致了这个秦朝的灭亡 为什么呢假以最后得出的一个结论 他就是说啊仁义不失而攻守之士一也 仁义不失是讲的秦朝 说你们不失仁义最后呢 攻守之士一也 就是说老百姓呢就开始群起而攻之 就来对你们进行进攻 陈胜和吴广这两个人 他们领导的他们发起的这个农民战争呢 他就是有一个特点 他们不停留在一个地方 他们一旦开始这个造反之后 就不断的进攻 不断的向周边扩散 不断的攻城掠地 让秦朝的政权呢穷与应付难以招架 最后整个的秩序被他们打垮了 所有各个地方的抗争的势力都起来了 秦朝想镇压 他们呢 故此失彼 首尾不能相顾 最后啊就导致了他们的灭亡 那后来的这个反面的教材也有 那就是啊 这个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本来开始的时候啊 他们是不断的进攻的 但是呢 当进攻到南京之后啊 进攻的这个势头啊 就一下子就放缓了 在北伐了两次 失败了之后就不再进攻了 就等着 清政府的这个军队啊 来对他们进行包围 进行围剿 变成了首势 一旦进入首势的时候 那么他们就没有优势了 因为对方的 这个掌握的资源多 他们控制的人口 控制的这个经济比较多 所以说呢 最后就导致了太平天国的失败 政治战争也同样是如此 大家看一看 现在全国各地这么多的啊 群体性事件 其中呢 有一些规模是相当大的 但是呢 没有一起群体性事件了 他们这个在整个过程当中啊 进行了不断的扩张 不断的这个进攻 他们只是提出自己的诉求 然后呢 在原地踏步 坚持自己的诉求 最后被中共 这个维稳机构啊 联合的绞杀 这个被这个网格化的维稳 调动周边的这个维稳力量 来进对他们的进行扑灭 这是中国啊 群体性事件的 这个一个非常重大的教训 未来的民主革命当中 大家一定要避免 一旦民主革命开启了 大家就不要停止 在组织化的这个优势实现之后 有你比如说有十个大队 那么在这个时候啊 我们就不要把这十个大队啊 让他在原地踏步 要把他分出去两个三个 甚至是四个五个 把他分散到周边的地区 分散到各个市 各个县 然后他们去到处啊 去进行动员 让抗争的这个新火啊 要从四面燃起来 让中共啊 他们根本没有办法 来进行进行围剿 让他的网格化啊 全面的瘫痪 所以对付这个中共 网格化维稳的最好的方式 那就是四面出击 就是啊 这个全民上街啊 全民动员 这个时候啊 整个的秩序啊 就会崩溃了 第四步呢 成立地方自治机构 这个组织化的最高的形态 就是建立啊 民众自治政府 大家都知道啊 这个民主的因素啊 是大权啊 加上这个三权分立啊 实际上呢 还有一个民主的 最重要的一个民主基础 就是地方自治 大家知道美国是第一个 拥有成文宪法的民主国家 他当初啊 这个国家呀 实际上是由13个 地方自治政府 地方政权啊 独立的地方政权 是联合起来的 13个这个殖民地 把他们一部分的权力 让渡出来 共同形成了一个联邦政府 这才是民主的 这个最稳固的一个结构 如果是没有地方自治 可以说就没有民主 你比如说现在俄罗斯的 他们也有大选啊 也有这个三权分立啊 但是各省的这个首脑 是由普京清定的 是由他来提名的 那么就一个人就控制了全国各地的政府 这个时候哪怕他这个人是民众选出来的 但是因为他有这么超大的权力 他就可以操纵民意 就可以操纵选举 这个时候啊 这个政权就不能叫做一个民主政权 所以民主一定是从自下而上的 建立起来的一个权力结构 所以说呢 地方自治政权是民主的一个根基 是民主的一个要素 那么我们就从街头革命的这个阶段 就开始建立地方自治政权 我们在形成一个中央政权之前 我们先把各地的民众自治的这个地方政权 把它建立起来 这样民主就不可能倒退了 同时呢 中共他也不可能镇压了 因为你镇压一个地方的这个民主政权容易 你要把全国各个省各个市各个县的地方自治的这个民众 要把它全面镇压下去 那对军队来讲啊 一个不可完成的任务 军队与其来镇压你这么多的人民 镇压你这么多的这个政治组织 镇压这么多的政治力量 他还不如倒戈一击 把这个红色家族几百个大家族给他镇压了 或者是这个擒贼擒王把习近平给镇压了 那对他们来讲简单的多 同时呢 他们也有更多的这个道义上的优势 他们所得到的这个奖励也会更大 因为服务于新的人民的政权 他们照样也可以保存他们的地位 同时呢 在历史上还会记下他们的功勋 甚至是还会把他们过去所做的那些罪孽 完全洗清掉 那何乐而不为呢 所以地方政权也是非常的重要 建立了地方政权之后 下一步当然自然而然的就会形成一个全国反抗阵营的联盟 这个联盟一旦形成了就会和专制政权形成一个对垒的局面 一个大对决的局面 这个时候军队就特别容易做出来判断到底支持谁 因为我们这一方民众抗争的这一方有强大的民意基础 有了我们的组织形态 有我们的这个国际上的支持 有顺应历史潮流所产生出来的这种强大的道义力量 那军队有什么理由不支持我们呢 那这个时候民变就会导致兵变 那么最后就会实现政治变革 那么后面的就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了 成立过渡政府啊 这个过渡政府主持修宪 最后在宪法修订之后 根据宪法来举行大选 形成这个新的正式的这个民主的国家权力结构 那这个中国这个转型就彻底的完成了 那今后就是一步一步在进行完善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好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 最关键的关键的几个节点 就是在街头革命开始之后 在这个对中共专制制度实现破局之后 民主政治团队最重要的做的几件事情 第一个是迅速的掌握先机成为先锋 最后对第二是进行组织化 第三是扩大化 不断的进攻 把整个的这个专制秩序把它彻底的打烂打垮 第四个是成立地方自治政权 不仅要冲击不仅要拆毁还要重建 重建就是从重建地方政府开始 从民众自治开始 第四个是全国联盟各个地方的民众自治政府 自治机构大家联合起来 形成一个统一的民主阵营和专制政权之间 进行政治大对决 最后是策反军队 军队一倒戈 后面那就顺理成章 形成过渡政府 自限 然后是大选 这个民主过程就会完成了 有一些国家实现这个过程 也就是在几个月不到一年的时间 所以说大家不要把这个前景是看得很艰难 如果我们的人民还能有抗争的精神 那么这个国家是有救的 现在是一个最危急的时机 现在中国处在一个十字路口 习近平政权他们是想把中国变成大朝鲜 把中国带回文革的时代 大部分的中国的老百姓 甚至是体制内的一部分人 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 你现状不能够维持 那么除了向左转 那么就是要向右转 就要把中国推向民主宪政的这个康庄大道上面 那现在呢两个阵营的之间的对垒 已经隐隐约约的就已经看到了 现在正处在一个大变局的前夜 所以各位现在是最黑暗的时代 同时呢也是最有希望的时代 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时机 就在今年 最是不会超过明年 我们呢一定要实现对专制制度的破局 一定要把中国推向民主宪政的这个方向 这次全民共振的这个平台 希望配合大家 协助大家一起来实现这个历史的重任 谢谢大家